1 2 3 4 5 6 7 8 这样子我们已经完成了 就是这1 2 3 4 5 6 7 8 那下侧也是一样 1 2 3 4 5 6 7 8 总共上下各8颗的大株 那这边是起边端 我们一直维持都是在左手边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收线的动作 那收线的时候呢 因为线现在是朝右 那我们就要反方向回去往左边 那这个上下是可以的 因为这样线它会一样是在这个柱子的旁边 不会横跨在这个柱子的上面 那这样子佩奥特的收线的方式 我们是称为上下楼梯的方式 那我们可以写 因为如果你这边右手边已经 线的右手边已经没有柱子可以前进 所以我们就直接往下来 那其实基本上 你如果这样子做一个口字形的收线 它也是可以 可是光是一次这样子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再回穿刚才柱子 现出来的那一颗柱子一次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形成一个口字 就把它锁起来锁一次了 这样子转一圈了 所以它等于锁一次 可是一次不够 所以我们要继续前进 那我们一样会穿这个下面的这颗大珠之后 继续往左手边前进 大珠的这个 它的上侧有一颗12灵的珠子 那我们继续的往这边走 往左手边 那如果我们所谓的上下楼梯 就是这个 这一颗线出来的这一颗珠子的左手边 因为线现在是朝左 那它的上下都各有珠子 那我们可以往下侧走 连续这样子一直往下侧走 或者是往上都可以 那你也可以就是一次上一次下都可以 因为搞不好那个地方就你顺手一次 可以前进两颗三颗的珠子都没有关系 那像我现在这样子 我现在是在这一颗珠子 那我先下楼梯往这边走 那我一次走一颗的话就很费时间 那我就一次顺手的方向 我一次就前进到这个 这样子斜线上了 好 那线还是被藏住的 好 那我就 前进了好几颗珠子 好 那现在我可以在这里 再做一个回转的动作 我就可以前进这颗大珠的 因为现在线是朝左 那我就要前进大珠下面的那颗小珠 往右手边 好 那这样子有回穿那个口的一半有没有 好 那我要再回穿这颗大珠 那是不是又形成一个口了 一个四方形 那个线是在柱子的两侧都有 好 那我们把它稍微的要拉紧才会固定 好 好 那一样我就要再做下楼梯的动作 直接前进好几颗 好 两颗也可以 就这里 好 直接前进两颗 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只有在这个线还稍微松松 那你要拉 那我要再做回转的动作了 好 那回转的时候就要走正下方 或是正上方 那因为上方只剩下一颗珠子 所以我往下走 好 这个没有一定的规则 好 那我如果都集中在这边做 呃 就是 等于是 打结的动作 那个口字型其实就是一个打结的固定的动作 那我全部都集中在这里的话 这个区块将来它会比较硬一点点 那我可能会离开这个 这个 呃 集中在这个 不要集中在这一区 那我就会再一次 走斜的方式 上下楼梯的方式 前进比较多颗的珠子 好 那这样子 因为这个是在它的左手边嘛 好 那我们做口字型是在上下的珠子 好 那我现在要走 在这个线是在这一颗珠子上 那我现在就是往左手边 走斜的 我就可以前进很多颗 因为我们编制的时候是拿这样子编的 所以它事实上 嗯 它是斜的 那这样看起来它是直的 可是事实上不是 因为我们编的方向是这样子 所以它是斜的 好 那我就一次前进很多颗 离开那个 位置 不要集中在一区 因为你同时在那一区打结的话 做固定的工作 那一区就会显得比较硬一点点 好 那我们避开那个那个 那个现象 好 我们就尽量的让它不要集中在一处 稍微错开来 那要特别注意就是在回穿的时候 这个线 不要就是卡到那个珠子 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其实我刚才已经做了 口姿形已经做了两三次 好 那我在这个地方再来做一次 线现在是朝一座 那我就要往右再回了 那就是在它的上面的那一颗 来看一下 大家好 因为我线是在针的下面那一颗 往左侧 那我现在就是这样子 好 那就是在这个线出来的上面 正上方的那一颗珠子 刚刚下就是往右侧 线往右侧 那我再一次回刚才那一颗珠子 然后同时在前进 一两颗珠子 其实一颗不太够 好 因为我会就是 因为你要拉紧 好 那你要想要看 如果你只有前进一颗珠子 它也有可能这样子拉 它就会松掉 好 所以它就现比较容易外露出来 那我们就一样在下楼梯 再多走几个 但是也不要在这个外侧 不要在外侧 我们宁愿让它在中间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剪掉 那可以拿剪刀或者是斜口切 这样子 然后剪掉 然后这样子就变成一个枝片 好 那我们等它组合的时候 我们是会是用于编织的时候 事实上是横向的编织 它是往右手边一直延伸 可是整个配件完成之后 我们是拿这个方向来当配件使用 那等一下我们就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水滴记得它是什么挡珠 那这个挡珠我们要拿掉 才可以去做它的这个流书的部分 这个部分 好 所以这个挡珠要记得先拿掉 像这样子 我们刚才把挡珠拿掉了 那现在我们就要加这个六颗 六颗十二零 再三颗水滴 一颗八粒 三颗水滴 再叶子 再三颗水滴 它是最称的 如果你这里要增加数量 至少要三颗 那你如果要让叶子垂一点点 那你就加五颗也没关系 那是你要记得这里你前面加五颗 后面也要加五颗 不可以前面加五颗 后面加三颗 那会斜一侧 不好看 所以这两个 是在叶子的左右的这两 这两柱 数量要一样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反方向了 反方向回穿 由这个八零的地方开始回穿 全部八零水滴 再六颗的十二零 之后是不是就回到柱子出来的位置 那一样从那一颗柱子进去 那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要拉紧 而且线要稍微调整一下 但是也不要过紧 你不要让它卷起来 不可以像这样 这是卷卷的 这个地方有一点卷卷的感觉 不要 我们让它很顺很柔的感觉出来 可是也不能太松 松了像这样子不行 这个线 这样子不顺 所以我们要稍微抓这个叶子的地方 然后来拉这个线 它才会很平顺的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把这个柱子 前进到这一颗大柱右侧 我们现在是在左侧 那我们要把它前进到 因为这个比较下面的左侧 那我们现在要前进到比较上面的这一颗的 右侧的这一颗大柱的上面 那基本上我们就直接 因为现在现在这里我们要往上走 那我们就可以用上楼梯的方式 因为现在拿这个方向你可能就看不清楚 那你可以把它拿到你编织的方向 我们在编织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横向 看一下 如果是拿这个直的方向 支带是直的 那我们把它拿支带是横的方向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柱子就是左右侧 左右 那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那个柱子的正上方跟正下方的柱子 那我现在陷在这一颗柱子上 那我现在要往左手边走 往左侧 往左侧 往左侧下楼梯 那我要下到这边 这里 因为我等一下要从这个大柱的下面 这里出现 所以我现在要这样子走到这个 这个大柱的正下方的小柱的下面 那你也可以这样子 就是这样 然后走下来两颗之后往上 到这个大柱的下面的这一颗小柱 然后就可以直接往这个大柱下来 好 那刚才我在这一边是加6颗的12 那我为了要让它效果是等齐的话 那我可能这里就要加8颗的12 然后下面就都一样 好 那像这样子 我已经加了8颗的12 8颗12 3颗水 8颗 8颗 然后一样就是在叶子的左右的三颗 然后反方向 由8颗的珠子回穿 往上回穿所有的珠子 回到起边的那颗珠子 大柱 80的珠子 那一样我们把它拉好一点点 这个线要调整一下 好 那就差一点点而已 好 那你看你自己要不要再增加珠子 好 那我让它有一点点 层次一点点 但是没有很明显的效果 但是不是等齐的 好 比较不会那么呆 好 然后接下来就做收线的动作 那收线的动作 跟之前在这一段完边的那一段的收线方法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把它收好之后 就会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配件 好 那这个配件我们总共要做四组 总共要做四组配件 嗯 谢谢大家